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牡丹的调色 请来看看 这个是白粉 我们把它挤出来之后 用往里面加水 调成水状 这样的话 后面的话就比较方便 加了水之后呢 我们把它调 调匀 调成水的基本上也能够流动 不能太稀也不能太浓 太浓的话就覆盖力太强了 太稀的话呢 等下水分又感觉太多 有点像那个牛奶状 再刮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调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笔要打丝 不能是干笔 然后呢一般我们用笔根 然后吸一下 这个太白 转一下再吸一下 这个时候这个水分很多 你看都滴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水分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刮一下 一般我们是笔根锡 笔在这个稍微刮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调颜色 大家看看这个是牡丹红 我们不要一下子把它全部 粘在一块 笔尖 舔 你看 为什么这么舔呢 因为我们在舔的时候 这个笔呀 你看那个渐变就出来了 由深到浅的渐变就出来了 好 然后笔尖呢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了 这个没得调开的 这个稍微加一点 一点就对了 不用调啊 接下来我们看看花瓣的调色 你看 这个时候这个颜色就有那个 深到浅的渐变 譬如我们再画一片 一般我稍微躲动一下哈 鸟片就出来了 鸟片就出来了 鸟片的时候呢 我们呢 要交叉像一个品质型样的啊 那这个品质型 它交叉机型 才能够解散它的层次 就不会显得死吧 接下来我们画一种 另外一种啊 好 讨论我们都这样画 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四片 形成了一个填字形状 这种画本来就不大好 它对称了 显得太死吧 所以呢 这个是不可革的 因为我们画画的水晶量不要这样啊 这种呢就是正确的 因为这种它交叉进行的话 就本来是有重叠的 实际当中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画画半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排列的方法 这一片呢是没有颜色变化 再画一组有颜色渐变的 那么这边一组呢 基本上就是下笼上蛋 它 牡丹花瓣的叶子 就一定要调出这种渐变 那这边变化就基本上没有 上下差不多 那这个呢变化就比较明显一点 这种也太明显了 这种就中间有点 这个过度的不够自然 那么其他的几片 这种过度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在调叶子的时候 调这个花瓣的时候 包括叶子也是 一定要有这种颜色的渐变 才能够体现花的层次